所以我们修行最大目的是要干什么 就是你能不能够往生 还是这一生空过了呢 这个要问自己 要问自己 因为你如果是这一生空过了 那你这一生所修的那就不管用了 因为抵不够这一生所造的恶业 你一起心动炼 眼里照做都是贪 忏 慢 嫉妒 障碍 那瓦斯说 各位想一想 如果这个力量很强 那还是要到山土去 你要保住人天两道都很不容易 就是这一段我们探讨结果 重点就是在改过 那改过怎么改呢 要所检点自己的过失 谁造一道混乡高地 每天检点自己 尤其在我们跟曾接触的时候 眼见是偶闻声 要随时提醒自己 就是这里讲的零零星星 那改过改得最好的 改过以后能够往生的最佳的点换 就是我们老法师常提的宋朝的银科法师 银科法师本身是 他是一个换得错的 也是一个换界的一位法师 那在往生传里面 在净土圣贤路里面 都有他这个往生的这个记录 他只恋佛三天 六天就往生 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 幻戒 但是老法师说银科法师 他那 他可贵的地方在哪里呢 他身心因果 他想到自己烦恼习气 破戒 他听到佛在经上讲这些话 对照自己的 对照自己的行为 他心里想一定斗第一的 想到将来要斗第一 他就害怕 真怕不是假的 所以银科法师 向他的同参道友请教 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教我 同学也都不错 送他一本往生传 他看了以后很受感动 看完以后他就坐在自己的疗房 把门一关专练阿弥陀佛 不睡觉不吃饭不喝水 一记阿弥陀佛练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不喝水 真的是成哲林 问题是你只要诚心了 成就灵 他真的把阿弥陀佛练来了 阿弥陀佛告诉他说 你还有十年的阳寿 你好好的修 十年后你命中的时候 我来接应你 阿弥陀佛真是大慈大悲 对啊 因果法师知道自己的毛病息息很重 一定会在患戒 一定会在患错的 他没有办法克服 他就跟阿弥陀佛哀求说 我十年的寿命不要了 这个就是放下 我们一般都会贪生怕死 因果法师不贪生怕死 他说我十年的寿命不要了 他这个表示他确实 练了三天三夜的佛号 有跟信德相应 他有误触了 然后他了解自己 一定会在患戒 一定会在破戒 那破戒一定要斗第一 所以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 他有智慧 他就问阿弥陀佛说 我现在气可不可以 我现在就跟你气 阿弥陀佛答应了 好 三天以后我再接应你 你看 练三天的佛把阿弥陀佛练来 然后跟阿弥陀佛一定 在三天之后来接应 等于练六天 他就把疗门打开 告诉大家说 三天之后我要往生 没有人相信 哪有那么简单 每个人都知道 他是个破戒的僧人 是个不守轻规的出家人 怎么房门关三天 再三天就往生 结果其他的僧众 他的同参道友说 反正三天时间也不长吧 好吧 我们等着瞧 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三天之后 上大殿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 请大家今天上大殿念佛 就念阿弥陀佛送他往生 老法师说那时候的人都非常好 人都是很厚道的 也很听话 好 我们今天就送你往生 大家就给他祝念了 念不到半个小时 念不到半个小时 大概是一刻钟 老法师说大概是 现在时间是三十分钟 半个小时 寅科法师就告诉大家 我看到了 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 向大家告假 我走了 他真的走了 没有生病 真的走了 这个视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弥陀经上讲 做一日 做二日 做三日 不假 是真的 你真肯干 阿弥陀佛就真来 这句话 你真肯干 阿弥陀佛就真来 我们要叫一部 说 你念佛 念了十几年 阿弥陀佛都没有念来 是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不真诚 不肯切 你念佛 阿弥陀佛在那里笑 因为你悉情假意 不是真的 真的就来了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我们得真感 决定能成就 银口法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这是金空老法师在净土大经节演绎 第133集的开始 这讲的就是改过 是我们今天讲课的重点